重温爱反爱生活节目 让你温故知心 没有东西做没有寄托 那会不会显出病啊 那其实退休本身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不仅是在金钱上需要考量的东西 那很多我们需要考量的也牵扯到心理和社交 或者是生活上的调整 那今天这个课题呢 无论你是在筹备退休的生活 还是已经是退休了 我们将会探索跟谈到 到底退休会产生哪一些心理的障碍呢 那我们又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些东西 来避免这一些心病 即将面对退休的你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你 会面对哪一些心理 或者是生活跟社交的挑战呢 那就如我刚刚说的 退休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变嘛 所以如果你觉得压力 那是非常正常的 那很多人就认为 我一旦退休过后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和享受人生 那事实上啊 退休前的几个月 跟退休后的几个月 可能你难免会发现到自己难以放缓 跟放慢那工作的状态 可能甚至手头上现在有很多的时间嘛 而感觉到焦虑 也不知道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去打发时间 我甚至有一些个案就提到说 我害怕退休过后会失去自己的一个身份 因为以前我就是一名老师啊 或者是一个老板打理生意的 我不知道退休后的自己又会变成怎么样 退休的自己又会变成谁呢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对自己不自信 甚至可能觉得自己不重要 没有用 会觉得自己会被其他的东西淘汰了 那甚至如果孩子啊 有给自己一些零用钱的话 都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内疚感哦 除此之外 退休也会导致生活跟社交 可能都有一定的影响哦 打个比喻现在可能跟同事啊 朋友啊 相处的时间少了 而感觉到非常孤独的 或者是担心 如果退休过后 可能要调整于另外一半在家里待着的生活 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感情又不是很好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它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而导致一些额外的压力 那无论是在心理上 或者是社交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造成的困扰 我也想让你知道 这些焦虑的情绪啊 压力的情绪啊 是非常正常的 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的哦 慢活而不怠慢 乐活不忘感恩 享受生活的当下 懂得给予 爱生活的当下 也记得爱自己 慢与快 苦与乐 如何享受 如何爱 选择在你手里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宋玉芬 我是一名临床心理治疗师 退休的心理障碍 退休真的会显出心病吗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 需要考量的东西包括 退休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 退休后的生活跟寄托又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因素 会导致身体跟心理上疾病的风险 这包括如果说退休前呢 你的工作性质是 比如说服务类的 要和别人打交道啊 相处 但是退休后减少了互动 减少了去见同事跟朋友 那这可能也会导致心理上的一个影响 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是需要走动比较多的 但是退休后因为少了这些走动的机会 而影响到健康 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被逼着退休的 那这一定会导致身心双层的一个打击哦 那其他可能会提高身心疾病的风险 包括如果说你现在属于在一个不愉快的婚姻啊 或者是和家人的关系不好 这也会提高对心理上的一些压力 有些研究甚至显示出 如果你是没有结婚的 跟你生活的圈子也比较小的 这也会增加身体跟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和风险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退休不仅是停止工作 但也是失去一大部分的自己 那可能在过程中你会觉得很迷失哦 但你可能可以是想象哦 退休后其实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探索 和创造另外一个自己 那可能你下一个问题就会问我了 我有哪些选择呢 我怎么样可以挖掘怎样的一个自己呢 那其实根据研究哦 退休人师都可以选择以下其中的一条路径跟生活的 总共有六个哦 第一个就是继续贡献者 继续贡献者的意思就讲说 你用你现在的技能和兴趣贡献于在不同的地方 打个比喻 如果你以前是做生意的 可能可以分享跟指导现在年轻的创业者 第二个就是搜索者 搜索者的意思就讲说 很开放式的去探索不一样的东西跟体验 打个比喻 如果你以前是不会煮饭的 可能现在就会尝试煮饭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说可能去学新的语言呢 尝试新的一些活动等等 第三种人呢 就是探险者 探险者的意思就投资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甚至这个投资可能会变成一种兼职哦 打个比喻 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哦 一个退休的老师非常喜欢煮饭 这个爱好就变成了他去巴萨阿卖食物的一个情况 第四种呢就是活在当下者 活在当下者就是一天过一天哦 我就不想计划太多东西啊 就是不想烦太多东西的 可能就煮煮饭啊 照顾下孙子这样子就好了 第五种呢就是观察者 观察者的意思就是可能你以前在工作上是做直销的 但是现在虽然没有积极的参与直销的一些活动 但是对于工作的性质啊 现在市场上是怎么样啊 都是有在留意有在update自己的哈 第六个呢就是与世歌决者就是说 不要管任何东西啦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什么都不想讲 到最后慢慢再去探索啦 有时间的时候再慢慢去想啦 所以可能我们选择的路也会跟着情况而改变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是有权利去选择跟掌控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和路咯 人无法决定事情的走向 但能决定心情的方向 用自己的脚步走自己的方向 过充实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乐活享受生活 爱生活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宋玉芬 我是一名临床心理治疗师 退休的心理障碍 退休真的会显出心病吗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 退休是一个过程 那需要好好的筹备咯 不仅是在金钱上 也包括在心理生活跟社交圈子上的一些准备 那如果要退休的你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你 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接下来的日子呢 那我们可以从心理身体跟社交圈子的部分出发 那心理上又是怎么样呢 那如果你想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了 可能难免情绪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 可能会觉得很容易生气啊沮丧啊或者是焦虑 那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情绪哦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些情绪已经是逐渐的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啊 或者是社交能力的话 那可能你就可以考虑去见一位辅导师啊 那请大家心理师啊或者医生来看看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准备哦 怎么样的准备呢 那记得我刚刚分享的六道不一样的路吗 那你可以看看暂时现在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于你呢 你想要的生活又是怎么样 confirm你要哪一条路过后呢 可能下一步就是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想想看到底自己要达到的一个终点是怎么样的 想要的一个自己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啊 我什么都不想去想啊 只是想要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那也OK啊 那可能你可以从你的爱好开始去探讨的 可能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啊 或者是当志愿者啊 甚至兼职去做一些工作啊 去打发时间 那也是可行的哦 那在身体的部分又是怎么样呢 健康的饮食最重要的是 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动量 为什么运动量那么重要呢 那其实根据研究哦 运动量可以减少 身体疾病的几率高达33%哦 而且这个数据是根据退休者的一些数据哦 所以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可能可以做一些动动脑筋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玩谜题啊 学新的东西啊 因为这可以促进头脑的灵活度以外 脑部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退化了哦 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社交圈子出发了 那我有听过有些个案说 哎 我会和我的小学同学聚会 每次我听到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非常开心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健康和兼顾的社交圈子 可以减少身心的疾病高达45%哦 所以如果你在筹备退休的话 可能你可以考量的就是说 你的社交圈子 你又想怎么样去安排呢 你是否要尝试跟家人联络感情啊 或者是继续跟一些旧朋友旧同事去联系呢 因为社交圈子 你的身体跟心理上 其实都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哦 你是否已经退休了呢 谢谢玉芬为我们做简单的讲解啊 下个小时回来呢 我们就会和玉芬呢 来互动交流一下 就是谈一谈 到底退休之后应该要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才不会有闷出心病 闲出心病来的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说啊 就是要退而不休 但是退休嘛 本就应该要放下一些责任 那放下了责任之后 要应该要怎么样度过每一天的时光呢 怎么样避免自己呢 会闲出病来 那下段回来呢 我们就和玉芬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你有一些情况 你个人的 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你都可以挖销进来 01110893893 说说你的退休生活 一些进程呢 今天的我们的爱生活呢 将会和临床心理治疗师 宋玉芬来谈一谈 退休的心理障碍 退休后会闲出心病来吗 哇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 我是不是不应该期待退休生活呢 稍后呢 我们就会跟玉芬呢 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呢 欢迎你可以whatsapp进来 01110893893 说说你的退休规划 还有你的退休生活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讯息 一些信息啊 就说到底他们的 现在的这个退休生活 是不是真的很闲 闲到有一点点受不了呢 当然我们已经在收到 大家分享了 稍后呢 我们就念出来 并且呢看看玉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whatsapp进来 好吧 稍后来呢 我们再继续的谈 好 进入到爱生活的这时段了 11点14分 你好 我是JC静成 马上呢 就要和在线上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宋玉芬 来谈一谈今天的主题 到底退休之后会不会闲出心病呢 玉芬你好 早安 早安 JC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安早安早安 就和玉芬连上线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吧 上个小时你说的这些分享 那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呢 都是从10点钟开始听的 可能刚刚才你开收音机 想要听这个主题 那玉芬给大家整理 总结一下 好吗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刚刚就有提到说 其实退休本身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人生转变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 谈关于退休的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 可能会觉得很羞耻啊 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一些挣扎 可能会害怕被人啊 审判啊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退休就应该开开心心 不要想这样多 就享受人生就好了 但是其实退休就很像我刚刚说的是 人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今天我们可能就会谈到说 其实退休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 打个比喻 很多人就觉得 退休过后 我真的会不会显出疾病啊 因为在家里没有东西做嘛 那其实根据研究 其实真的是可以显出疾病的 很多尤其是 如果是退休过后 没有去做东西的话 或者是没有去做一些兼职等等的东西 可能久而久之会提升这一个 所谓他们讲的脑退化的一些状况出现 甚至可能会生病啊 生病的频率也会比较多的 明白哈 有些人就说不要退休 因为退休呢 很快就百年终老 就是说呢 担心因为自己没有寄托对吧 然后呢也没有任务 也没有目标 感觉上呢 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很快呢 就会过到尽头了 很多老年人自己都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其实对退休生活是挺担忧的 那到底会不会真的是闲出病来 我们都知道呢 人是需要一些东西去做的哈 那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请玉芬来谈一谈哈 这位朋友呢 他说他退休之后呢 很难再找工作 当然了可能是年纪的关系等等 那他说呢 不在家工作又很闲 很闷 没有对象讲话 长期下去呢 可能真的会有忧郁了 那这个情况感觉上是家里太单调是吧 所以我从这位听众这里这个讯息 感觉到我除了很闷 也有这个很寂寞的感觉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工作的时候啊 可能有工作那里是一种寄托以外 也是可能有同事啊朋友等等的 但是退休过后可能就难免会觉得很孤单 在家里很闷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如你刚刚讲的可能找工作 full-time 的工作会很难 那有没有办法去找一些 part-time 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通常也根据研究会建议说 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 volunteer 的一些工作 比如讲说去帮助一些年老人呢 可能是做一些自愿的一些工作 因为从中也是可以除了帮助啊 有给你一些机会去互动 另外这些自愿的工作他也是可以啊 让你重新认识到一些朋友啊 可能从中你会有啊 有一些新的兴趣爱好之类的 嗯 我觉得兴趣跟爱好真的是挺重要的啊 就是因为呢 他呃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呃 那年轻的时候呢 爱好可能就是你打发时间的 但呃 老年了之后呢 这个兴趣呢 可能就是维持你对某些事情的那种激情 跟热心对吧 那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有像 像一滩静止的水这样子 至少呢有一些激情 有一些期待 呃 有一些兴奋感 那这样子呢 比较比较比较好 比较健康是吧 玉芬 是 但同时 其实真的这些会让 身心也会比较健康 但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以前喜欢做不代表现在年 已经是老了啊 就不能去做了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个案 那你一直重复性的提到说 人老不中用 人老不中用 就有一种 就觉得自己啊 人老的很多东西也做不到的 那可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时候 也会减少我们有一个机会 重新的去做一些所谓的爱好的东西 因为可能哎 以前的爱好 比如讲说是运动或者是打告 腹球等等的 那可能现在在想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 二三十年在工作 真的有机会自己再去享受这个打告腹球的一个过程啊 因为可能以前打告腹球跟现在打的那一个过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让自己有机会重新的去寻找这些所谓的爱好 可是玉芬有一些情况呢 不允许我们去打告腹球啊 尤其可能是健康上的问题啦 现在不太适合就是做这些户外的活动啦 可能手手脚脚啊也有一点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灵活等等 所以有些老人讲说哎呀我也想啊 但是怎么可能你这个时候叫我去打羽毛球 哎呦我可能就都不行之类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呢 他有一些想做的事 但是身体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就是physically 没有办法去做了 是所以通常在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是身体不允许的 我们通常就会用两个部分去讨论的跟个案 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去去做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检查 问一下医生到底现在身体的一个状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简单的 就算是不是讲说祷告腹球或者是去打羽毛球 但是拉拉筋啊或者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stretching 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跟那些医生去work together 就讲说哎到底这个个案他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 因为其实运动除了对我们的心心理的健康有益以外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可能从中我们就可以寻找出哎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筋 就算你坐这都好都有坐这的一些拉筋的一些运动 也是可以做的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如果是讲说哎有很多东西啊以前是很想 就是其实自己很想去做的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允许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会以不一样的方式去问哎可能你可以贡献于去给你自己的一些idea啊 然后当别人帮你去实行的打个比喻 我之前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已经是在想着要退休了那他自己本身是对演讲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有兴趣 也是他的一个强项来的嗯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在plan他的这个退休的计划的时候 他就讲说啊因为我人际关系也不是太好啊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在我们在planning的时候就跟他谈到说哎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老师啊 可能你可以教一些教一些年轻的人啊或者是小学生演讲的一个部分 因为public speaking其实是还蛮重视的一个东西啦 所以从中他是不是有透过其他的方法也是去contribute他们这一些idea 他们这些技能就不要浪费掉了是是是我们今天早上才谈起啊呃 呃大家呢可能在一个职场里面啊或者是在某个领域里面很久了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那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的发挥他的作用呢 而且我们常说啊呃退休退休退休其实很老嘛 没有啊有时候呢才五十几六十岁啊就是身体健壮的甚至是还有很多想法啊可以继续的发挥的 可是呢可能碍于呃工作上的限制啦还是呃到了某一个年纪好像就应该要退位让闲等等 所以呢就不得已退休在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稍后来呢我们再继续和郁芬谈呢尤其是那如果家人不让我做怎么办对吧 有时候家人说哎呀你那么老了想服务啊想轻服务清闲的什么都别做就是在家里面休息 可是可是这样的一个安排真的好吗呃也许这个跟家人的沟通上呢需要学习的好不好 下到后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和郁芬谈那这个时候呢再次呼吁你你可以whatsapp进来 01110893893是否有一些退休的规划在你的脑袋当中啊你想过的你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吗 想问问郁芬的意见你都可以whatsapp进来 忙碌是快节奏的生活 享受是慢节奏的生活 每个生活节奏要快或慢由你做主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但要享受生活呢不只是你在忙碌的时候的生活还包括你的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太闲会不会闲出病来呢 我们今天请到临床心理治疗师宋玉芬 玉芬你好早安 早安早安大家早 我们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息哈 他的这个状况呢就有一点点嗯就蛮蛮为难的哈 怎么说呢好他是一名退休人士 可是呢他的家长呢 就是他的自己本身的父母了哈 那年纪应该也相当大了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如果没有错的话已经是六十几岁了哈 那么他的这个长辈啊可能就是八十几九十岁以上的 那因为呢这个年长者在家里面呢需要大量的照顾啊 他们没有办法自理所以呢造成这位朋友这位听众他自己退休了 可是退休就必须要一直照顾他的父母亲 他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东西 呃他也呃没有办法带他的父母出门 因为他的父母呢觉得浪费钱还是不要出去啊 在家里就就好了 而且呢他是家中的独子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是完完全全的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 于是呢他的退休生活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那怎么办呢一芬 好难的一个情况 因为对又是无生子 然后也要照顾年长的父母 而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如果我是把父母给其他人照顾的话 那是不是父母会觉得我不管他们的一定是不要理他们 那我如果要过自己的生活的话 那会不会显得我自己很自私 那其实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用两个不同的部分去探讨的话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这位听众就提到 他也不太想就是父母本身也不太想给自己有其他人去照顾他们 就是希望着这孩子去照顾他们而已 而且他自己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他也单身 所以整个责任就在他的肩上了 是是所以其实这个困境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去探讨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父母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看我们自己 如果你自己已经是想要退休了 那如果第一个部分是说 可能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父母他本身的身体其实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因为当我们谈到讲说他们的身体健康的话 那我们处理的方式也会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父母本身就在健康上不是太理想的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想一些方法出来说 其实如果真的要照顾两位年长的人士 单靠你一个人也是不行的 因为到最后可能自己的身体也换起来会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讲到自己的话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support 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可能帮忙你的 就算是一些终点的一些尴尬啊 或者是一些 nurse 过来照顾也是会比较好 那当然我会想象到可能家长就会讲说 哎呀我不要有外人啦 就是自己人会比较好 我也不想浪费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争执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个都是一个过程 那可能对方就是父母就觉得 哎呀可能会很多担心很多顾虑的 那我们唯有可以做的就是一直的去保证他们去确保 他们就跟他们谈这个计划 也让他们觉得安心的 因为如果有外人进来照顾他们的话 对他们来讲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而这种转变通常都需要三到六个月 才可以适应的一个转变 那对于你自己来讲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自己的爱好啊 因为自己的一个退休计划 退休的一个plan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想告诉你这位听众朋友的就是说 哎希望你不会觉得如果做这些东西 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没有想到他们 那其实可能当中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爱好 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跟父母之间可能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可能对两方的感情也会变得更好 我相信呢退休生活是需要规划的 各位所以不要等到我差不多要退休了 才来想我退休之后要做什么 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逐渐成长的时候呢 看着我爸妈可能也要退休了 那我们可能可以开始和他沟通了 你以后退休之后你要做什么啊 你是不是可以就去参与一些活动啊 一些团体啊 甚至是你有没有想过到什么地方去可以游玩啊 爬山涉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当然这个听众呢 他来到现在的状态要来调整可能已经是挺难了 但是我们可以借鉴 当我们开始成熟了听过了这个节目 那可能也可以回去问问你的父母亲 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退休 但是未来都对优秀年龄到了之后要怎么做可以帮他规划 那这样他有规划 那你自己你可能就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跟心思都一定要放在照顾他们身上 你也可以规划你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能够的话呢我们就往这方面去规划 对尤其是很多时候当退休了 如果没有做一些任何的规划的话 当然就算是孩子也好或者是跟伴侣都好 可能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争吵的那个机会也比较高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的就是说 当然如果讲说要规划你退休的日子的话 可能需要考量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可能要考量的就是到底自己有怎样的一些爱好 除了爱好以外第二个部分就是看看自己的社交圈子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可能讲说我退休过后有没有一些人我想去参 有没有一些活动我想要去做的 第三个部分有很多他们为什么有些人可能退休会退休到比较轻松 可能会比较开心 但是有些人就退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根据研究也看到就看到说 其实性格上也是会对退休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急性子 停不下来 一直都需要去劳动 或者是完美主义者 很多时候这一群人可能就对于退休的一些计划 可能他们退休过后的生活也会比较困难的 所以会建议讲说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还是有东西想要去做的想要去办的 虽然你自己是急性子那有没有办法在退休的这一段日子里面给自己一个机会慢慢的去慢下来 那并不代表这一个过程会是简单 但是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知道这一个规划 这一个过程是也是需要时间的 很像心肠太将 我相信大家要调整自己不难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 有一朋友发了信息进来 刚刚说到他跟他的丈夫退休之后面对了一些问题 没有退休好好的 你去上班我去上班 一退休大家一起在家 完了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出现 稍后来我们就请玉芬来给这位听众朋友建议 当然大家也可以WhatsApp进来 虽然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 但是我们会收集发给玉芬 好不好 大家可以WhatsApp到01110893893 记得资讯继续回来继续的聊 继续状况 让我突然间就放了一首歌曲 那个时候我们马上来继续和玉芬来谈 不要打扰太多时间 玉芬你好 早安 早安 刚刚朋友发进来的信息您都有看到了 他说他跟他的丈夫本来是没事的 就是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 自己比较早退休 有很多很不错的退休生活跟安排 可是在丈夫退休之后就加入了退休的生活 但是对方又比较专制一点 不允许他这边去那边去 也不允许他可能就是到处去走 也可能就有点不和谐的 有点吵架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会不欢而散 那么又不敢跟他提 是不是要去看看医生了解一下心理的状况 那应该怎么办 那首先这里有几个东西可以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跟你先生之间 每次现在就是感觉上每次要谈到一些东西就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吵架的一个画面了 那可能可以换一个另外一种讨论或者是谈天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跟你先生之间 你们两个到底你们两个有的共同点或者有的共同的一些爱好是什么 因为我从这个讯息看到就是说 你跟你先生就是教育的工作者 那是否可以从那个部分进入 从那个部分开始谈话 就是不要让整个画面每次谈话的时候就是会很僵的一个情况 那慢慢的从谈可能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课题过后 然后就找一些机会去谈 其实退休 据你了解 就是退休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有些人可能就会会有难面会有一些挣扎 那可能会问一下他 其实你退休的一个计划又是怎么样的 你想要的生活又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从中就可以了解到丈夫本身 先生本身他的计划是怎么样 那我不清楚你们两位之间是否有谈过 大家要的生活是怎么样 那可能从中就可以有一个共识 了解大家的计划过后 那可能也可以跟他谈到说 其实有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在这个退休的一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对他也是重要的 那希望从中从这个了解后 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 有一个计划 去看一下大家有怎么样方法可以去顾问的 因为很多时候 退休啊就是一种失去 好像失去自己的一个identity 失去自己的身份 加上你刚才讲说 他的那个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领导者 那可能退休对他来讲说 这个转折 这个转折的部分也是蛮大的 那我们可以第一 首先从大家可能从轻松的话题开始谈起 然后再喊到计划 再看一看是否有达到一个共识部分 所以找出共同点 如果大家一起都有喜欢某一件事情的话 那是最好 但最怕当然就是两人没有共同点 那就要靠沟通了 那再建议对方去寻求心理帮助这件事情 我想你应该有遇到很多这样的个案 身边的人觉得他应该要去找帮助 但是他自己可能有点抗拒 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促成呢 是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对于寻找心理帮助会有抗拒 有很多的原因 尤其是可能第一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哎呦我去看心理医书 我会不会人家觉得我是神经的 会不会是精神思想不正常的 有病的 那其实见我们心理师 连我自己也是有在见我自己的心理师 那其实见心理师也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可能是一个自我看重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我们作为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呢 可以做的就是跟自己的亲人讲说 其实你如果去见经理 不代表说你有抗拒病还是什么样的 那也是算是给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另外一个你可以做的就是帮助家人或者朋友去了解 到底去见心理师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会谈到的东西又会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他们来见我们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很怕你知道吗 就说哎呀等一下我跟你讲了这些东西过后 你会不会去跟其他人讲啊 是保密的条件又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他们知道的一些资讯 甚至你可以帮他们去找这些informations过后 然后跟他们去讨论 再跟他们讲说哎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甚至可以陪你一起去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甚至跟你坐在里面跟自己是谈也OK 最重要的是你觉得舒服就好了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你不要人生当中只有工作 因为退休当你放下工作之后 哎那我还剩下什么呢 你可能过去的几十年没有经营人际关系啦 你没有经营你的爱好啦 没有经营你的这个学习的管道啦等等 所以当你放下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哎呀原来我我只有工作 那些年来我都只有工作 我也没有跟家人好好维持关系 所以到现在的关系也可能不太好 所以退休之后呢 很多的所谓这种心病 可能都是源自于太缺乏这类型的东西 所以呢已经退休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个部分 找一些对的方法 来让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能够丰富起来 那还没有退休的即将退休的未来会退休的 那就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向这个 你以后退休生活你希望有很多朋友吗 那你就要从现在开始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 否则的话那时候你要找朋友那就可能有点难了 对吧一芬 对对的 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规划 其实我们是永远不会觉得我们规划足够 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很自信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除了要所谓的照顾到自己的金钱的部分 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心理健康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机会去探索新的东西吧 好那在这边呢当然也要谢谢啊 就是有一些发信息进来的朋友 分享他们退休之后的一些安排啊 像这位7309啦 还有这个是规划啦 还有等等的朋友 他们都说他们现在呢 退休也其实挺幸福的 因为有做好了一些规划 恭喜大家 希望大家的退休生活都能够健康 而且是快乐的 好今天呢就谢谢来自化时代心理传场中心的玉芬 谢谢你玉芬 谢谢你玉芬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拜拜